学习完了准语抵扣的镜像税额部分 我们再继续往后来看看第二个小点 不得抵扣的镜像 应该说这块内容跟前头准语抵扣一样重要 因为碰到一个构进业务 你需要快速的反应出来 它到底是能抵还是不能抵 所以这儿有很多的细节 你都需要去理解并且把握的 那咱们先从大方向上来说 为什么有的情况下不让做镜像抵扣 这儿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你没有抵扣资格的 比如说小规模纳税人绝对是抵不了镜像的 那一般纳税人呢 其实如果你的核算不健全 或者是不能提供准确的税务资料 咱们也是不让你抵镜像的 一旦你核算不明白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暂停你去抵扣了 还有一个特殊的时间段 就是你超过了小规模纳税人的销售额标准 那个500万是吧 按理说你应该去做一般纳税人登记了 可是你就是拖着不去登记 那么在这段期间里边 你要按照一般纳税人的方法去算销像 同时还不让你抵镜像 相当于一个惩罚措施 所以拖着对你没有好处 赶紧去办理吧 这是第一类 咱说到没有抵扣资格的情况 然后接着第二类 就是没有相应抵扣票据的情况 比如说我一般纳税人 去正常的买一批材料 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我是可以抵镜像的 那如果我没拿到这票 我拿到的是普票 那抱歉咯 普票通常咱是不认的是吧 当然具体的构讯业务 咱们有具体的票种要求 总之你没拿到相应的票种 咱就是不认 不让你抵镜像的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确实取得了规定的票据 但是没有支持证据 那我也抵不了镜像 比如说咱们向境外的咨询公司 ABC来购买这个咨询服务 那一共付了106 这时候我们要给他扣缴增值税 扣缴了6万的增值税 扣完拿到了完税凭证 本来这个境外单位个人 向中国境内做一些服务 他交完增值税 咱们购买方 你拿到完税凭证 是可以做进项抵扣的 但是光凭这个完税凭证还不够 咱们还要有一些佐证 来支持这个业务的真实性 比如说你的付款 你的合同等等这些 都是有要求的 那这时候你单纯的 只有完税凭证 还是不行的 这是咱们说没有票据的情况 当然完税凭证 这个佐证的问题 通常在我们考题里 不会太涉及 只要看到有完税凭证 这个说法 通常我们认为 佐证都是有的 你就正常给他做 进项抵扣就行了 除非题目有明确的提示 好吧 然后接着再来看 第三类不得抵扣进项的情况 这个就是不符合配比原则 未来你产生不了肖像 所以现在不让你抵进项的情况 这个事咱们之前强调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你买过来 货物劳务服务 无形资产不动产 那你正常抵进项 那将来你卖出去 就应该有肖像产生才行 未来有肖像 现在进项可以让你抵 那如果未来你没有肖像产生 那抱歉 进项就不让你抵了 那你抵过 咱们也得给你转出土力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最核心的考点 不符合配比原则 而不让抵进项的情形 大方向咱们掌握了 那接着来看细节吧 具体哪些业务不让抵进项呢 好 这块是考试的绝对重点 既可以考文字描述 还可以考到计算性的题目 那先来看第一类 说购进货物 老五 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 用于简易计税项目 免税项目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项目 是不得抵扣进项税额的 好 来分析一下吧 首先 你购进用于简易计税项目 那简易计税呢 是直接拿不含税销售额 成征收率 一步算税的这个方法 那他直接算出来的金额 就叫税额 他可不叫肖项税 对吧 在简易计税情况下 是不区分什么肖项进项的 所以他直接算的是税额 那当然未来没有肖项咯 那对应的进项就不能抵扣了 你比如说小规模纳税人 我是一个小规模的超市 那我买货 有可能也拿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 但是由于我卖货都是简易计税 我用3%征收率算税了 本来税负就挺低了 那这时候你即便取得了票据 咱也不让你做进项抵扣的 还有一般纳税人 也有减易计税的情况 那这时候也是 减易计税项目对应的进项 是不让做抵扣的 接着免税项目 免税项目自然就是 未来没有肖项产生 它免税了嘛 是吧 那当然对应的进项 咱是不让抵扣的 然后接着就是用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的项目 你比如说我外购了一些个 这个浴室用的洗发水 那这个洗发水用到 这个职工福利设施了 是吧 那它当然是不允许抵扣的 另外还有 我买了一些酒 用于招待客户了 我买了一些电脑 发给员工了 这个咱们吃了喝了用了 这些叫用于个人消费 那它也是不让抵扣进项的 所以说外购用于 减一计税 免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是不得抵扣进项的 这块大家要记清楚 并且这个事呢 其实咱们也不是现在 刚刚接触到 之前我们就有所提及 一下我们学习 视同销售的时候 就特别说了 说如果外购 你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是不得抵扣进项的情形 如果你用于投分赠这些 它是要视同销售 去记税的情况 是吧 所以你看这个事 是不是前后又联系起来了 咱们记的时候 要一块记 把它记得清清楚楚的 然后接着 还有细节问题呢 你说我购进 用于这些个情形 它不让抵进项 那这儿我就得分析一下 如果我购进 是专门用于这些 不能抵扣的范围 那当然进项 我就不能抵了 但如果说 我是混用呢 我购进的这个货物 它既用于 一般计税 又用于减一计税 或者既用于应税 又用于免税 我既用于正常生产经营 又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你说我到底这件事 是抵还是不让抵呢 在这儿 有很多细节规定 大家也要去深入的把握 来分析一下 首先第一个 说购入材料等等 这些个消耗品 咱们是要准确划分 可以抵扣 和不可抵扣的范围的 比如说 我买进来了一批材料 用来生产货物 这批材料的镜像是13万 这个材料既用于生产 一般计税的应税货物 也用于生产免税的货物 比如说是药品 有一些药品是免税的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镜像多少能抵 多少不能抵呢 那先要看 我是不是能区分他们的用量 比如我这个材料买进来 有一半用于生产应税产品了 那么这块未来能产生肖像 那当然这一半的镜像 就是可以抵扣的 而另外的一半材料 用于生产免税产品了 那未来它是没有肖像产生的 所以对应着一半的镜像 就是不能抵扣的 这是说咱们自己能分清楚的情况 那如果分不清楚怎么办呢 分不清楚也得应分 咱们按销售额的比例来划分 能抵不能抵的范围就好了 也就说你不知道用了多少 那你知道卖了多少吧 假设咱们买了这个材料 它的镜像一共是13万 我用于生产应税药品和免税药品 这两个方向 那我不知道他们用量用了多少 但是我知道当月这个药品卖了多少 那假设应税药品卖的这个金额 不含税的销售额是100万 而免税药品不含税销售额200万 这时候咱们就按照销售额的比例来分一分好了 你看反正用于应税药品的那块 它未来能有肖像产生 咱的镜像是能抵的 用于免税的那块是不能抵的 那咱就按比例来分呗 一共13的镜像 那能抵多少呢 能抵的就是销售额一共300万 其中的100万部分是能抵的 那反之就是300分之200那部分的对应镜像 就是不能抵的呗 这就是按销售额比例来进行划分的情况 这是说消耗品 你像材料啊 像咱们的什么水电费啊等等 你那镜像分不清楚 到底用哪去了 咱都是按这样的销售额比例来分的 好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情形 那如果是这些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又该怎么办呢 也就是大件的东西是吧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它都能用好久呢 它不像材料这种消耗品 材料你领用生产产品 就用一回 是吧 一下子就没了 但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它可能用十几年 二十年 你说 它这个怎么来抵扣呢 还是要看用途 咱们先看 第一种 就是它专用于不得抵扣范围 比如说 我买了一个生产设备 这个生产设备啊 它专门用来生产那个免税产品 别的产品它都不做 就是用来生产免税产品的 也就是说 未来它一点点 这个肖像都不可能产生 那么它对应的景象 当然是不让抵的 或者说 我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专门用来做职工浴室 职工食堂 那就是专用于集体福利咯 那这时候 它也是不能抵景象的 一点都不能抵 这是专用于不得抵扣范围的 这些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那接着 如果我是混用怎么办 我既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 一般集水项目 又用于这个不得抵扣项目 这时候我们就不用分了 它是全部的景象都可以抵 比如还是那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 我有两层来办公 然后还有一层呢 是用来做这个食堂浴室的 那请问我的景象 要不要分一分呀 不用分 在这儿呢 这些大件因为它使用的时间太长了 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里边 我们也没法去分 没准你今天办公占地多点 明天可能浴室占地多点 这都影响不大的 只要你有一平米用于办公 这个有一点点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 那咱们都是全部进项都让你理掉 那固定资产也是一样的呀 我买了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同时生产应税产品和免税产品 是吧 各种产品都用这个设备 都用这个生产线来做 那没关系 不管你这个月啊 你应税的多点 还是下个月这个免税的多点 这个咱们都是全部进项都可以抵挡 你包括无形资产 我买了一个商标 一个专利是吧 那这些个商标专利 它只要是混用于可抵不可抵的范围 咱全部进项都是抵挡 所以这些我们管它叫 大件混用都可抵 大件指的就是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好吧 但是这里边他说不包括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这个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咱们有一个专门的规定 就是其他的权益性无形资产 无论它专用还是混用于不得抵扣项目 都是可以抵进项的 也就是但凡你是一个一般纳税人 那你买进来这个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进项啊 不管用途 咱都是允许你抵扣的 好那什么叫权益性无形资产呀 比如说连锁经营权 是吧 我这个饭店付了一笔这个连锁经营权的这个费用 取得了这个连锁经营的这种权利 那这块钱 只要我是一般纳税人就都可以抵 他不用管用途 好吧 这是一个特例 了解他即可 这个不太重要 然后接着我们再分析 说我如果是买的这些个固定资产 什么不动产 他混用的情况下 这个镜像是可以全部都抵掉的 那如果不是我买的 是我租的呢 这个房子不是买的 而是租的 那租的房子 我一块用来办公 一块用来做食堂 于是那镜像能不能全抵啊 也是一样的 跟我们这儿自己买的那个 镜像抵扣是一样的 好吧 这是固定资产 不动产的混用情况 好这样我们就把这个 第一块的内容介绍完了 里边这些细节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 剩下的这个2345 这个不得抵扣的范围 其实他们的规则差不多 所以咱们放到一起来说 说的都是非正常损失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 以及相关劳务和交通运输服务 咱们举例子来说明吧 说假设我们是一个服装厂 那服装厂要生产服装 我得买布料是吧 那这个布料买过来呢 可能我找一个外边的加工厂 给我做一下加工 给它裁剪成布片是吧 然后呢 我再找一个运输公司 给它运回来 然后我们再接着去加工成服装 再去卖 好那未来我生产服装 那肯定是有肖像的对吧 卖的时候有肖像 那现在我买进来这些布料 还有别人加工的这个劳务 还有这个运输的服务 那进向都是可以抵扣的 但如果说发生了非正常损失呢 比如说由于管理不善 我买的这些布料呀 直接被盗了 那么这个时候 布料被盗了 将来没法生产服装了 没法产生肖像了 那请问对应的进向 还让你抵吗 当然就不让抵了 你布料的进向不让抵了 你之前付的那个加工费 让人家给你裁剪成布片 这一块的这个进向也不让抵了 那运费当然也就不让抵了 因为东西都没了 那跟他一系列的进向都是不让抵的 这是这个第一种情形 然后接着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非正常损失的再产品 产成品 他们所耗用的购境货物 老五交通运输服务 这个情形呢也是不让抵扣的 也就是说呀 现在咱们已经走下一个流程了 你比如说我服装厂 买进来的这个布料 它已经加工成服装了 现在服装被盗了 是吧 那么服装被盗了 未来没法产生肖像了 那么对应的我这个布料啊 加工啊 还有运费 这块进向是不是也都不让抵了 所以说你损失的可能是原料 也可能是什么再产品产成品 是吧 不管怎么样 未来它损失掉了 它没法产生肖像了 对应的一系列进向 都是不让你抵的 但是这儿大家注意 他说 耗用的购尽货物 劳务交通运输服务 不让抵进向 但是货物里边不含固定资产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呀 你买进来布料 你让别人给你裁剪 加工成了布片 然后你又付了运费 你买到你厂里了 然后用它呢 加工成了服装 结果现在服装被盗了 那么对应着 你买布料 加工和运输的那个进向 都不让抵了 那么你服装被盗了 能不能说我生产服装的那个固定资产 那机器设备进向 我也不让抵了呀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啊 那个设备的进向 你该抵还是抵 因为设备还在吗 设备又没被偷了 是吧 设备还在 他不因为服装被盗了 而不让你抵设备的进向 好吧 这个是例外的 但是你买的布料 这些材料之类的 那肯定是没有了 他们的进向是不让抵的 好 这是一组非正常损失 然后接着还有一组 说非正常损失 这样的不动产 以及该不动产 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是不让抵的 你比如说 咱们盖了一个这个房子 本来是打算做办公楼的 结果呢 是违章建筑 政府让咱们给拆了 那拆了 你看我这盖房子 这个房子都没了 未来没法产生肖像了吧 可是我当初盖房子的时候 我可花了钱了 比如说 我买了建材 是吧 这是购进货物 原来抵了镜像 另外我还找了设计公司 给我好好设计了一下 另外我还找了建筑公司 给我施工盖房子 你看这些个购进 当时我是都抵了镜像的 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房子被拆除 那么这些也都是白费了 对吧 那这些个镜像也都不让抵了 这是第四个 然后接着第五个怎么说呢 他说非正常损失的 不动产再建工程 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他们是不让抵的 也就是说呀 我不动产是已经盖好的房子 对吧 那现在呢 如果是不动产再建工程 那就是没盖好的房子 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房子咯 那还没建好就让我拆了 就发现是违章建筑了 那么还是一样的嘛 对应着你买建材啊 设计服务啊 建筑服务那些镜像 通通都是不让抵的了 包括说你买了这个房子 如果你买的这个房子 它本身就是这个违章建筑之类的 人家给你拆了 那你一样嘛 镜像也是抵不了的嘛 所以说这个非正常损失这块 咱们四项 其实一共可以分成两大类 一种是咱们货物 它的这种损失 可能是材料 可能是成品 还有一类就是不动产 以及不动产再建工程 它们的相应损失 这些镜像都是不能抵的 其实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它都损失掉了 未来就没法产生肖像了 那没有肖像 当然对应的镜像就不让抵扣了 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但是在这儿也有一些细节的规定 咱们要明确一下 比如什么叫非正常损失啊 这块的非正常损失注意 它是有限定的 它指的是因为管理不善 造成的货物被盗丢失 煤烂便知 以及因为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的货物或者不动产 被依法没收 销毁拆除 这些叫做非正常损失 其他的情况都不叫非正常损失 你比如说 我们是一个超市 那超市里有的货 它就是不好卖 尤其是一些食品 过了期 它就得废掉 得扔掉 就坏掉了 哪怕它表面看起来没问题 但只要过了这个期限 过了它的保质期 咱就得扔了 那这时候 你说我要不要算作非正常损失 那个镜像让不让抵扣啊 注意 你这货物是正常 你由于滞销而导致的这个损失 这个不叫非正常损失 好吧 你这得是被盗丢失 煤烂便知 这种才算 但是如果你正常是卖不出去 那个不算你的毛病 你管理的再好 你也不敢保证你的货都能卖出去 对吧 但如果是因为管理原因造成的 说本来这东西没过期 但是你这个仓库泡水了 是吧 一下把它给泡烂了 便知了 这个是你的问题 这叫非正常损失 或者是你这个仓库管理的不行 是吧 导致你这货物被盗了 这些都叫非正常损失 或者你是违章建筑 被人家给这个销毁拆除了 是吧 等等 这些都算 都算 好 这是非正常损失的限定 另外特别要关注一下 就是自然灾害和正常损耗 那个对应的镜像是可以抵扣的 你比如说 这个咱们企业因为盖了一个违章建筑 那个房子被拆了 这个叫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不动产 被这个拆除 那它的镜像是不让抵的 但如果说我这个房子是因为地震了 给震塌了 那请问对应的镜像 这个可以抵吗 可以抵的 因为自然灾害是不可抗力 是吧 咱管理的再好 咱再遵纪守法 咱也不能保证不发生地震呢 是不是 那这块既然发生了 那这个损失也不应该让我承担 那个镜像抵了就抵了吧 但如果是那个非正常损失 是咱们管理原因 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的 那个你就不能抵镜像了 那个损失就应该你自己来负责 自己来承担 好吧 还有就是正常损耗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一些商业流通的企业 他们的货可能卖不出去 那个发生的损耗 其实就是正常损耗 包括说咱们正常一个工业企业 咱生产产品 那谁也不敢保证 它百分百就质量合格 它肯定会有一些残次品率 是吧 那些残次品 你说它耗用的镜像 让不让抵啊 那个属于正常损耗 都是可以抵的 咱说的非正常损失 一定限定在咱们刚才介绍的 这个管理不善和违反法律法规 列明的这些情形上头 好吧 你不要人为的给它扩大 好 这是说到咱们非正常损失的情况 那当然你买它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会发生非正常损失 所以你的镜像 实际上是已经给它做了抵扣的 那回头非正常损失发生了 你再去做镜像转出就可以了 好 接着再来看第六个不得抵扣的情形 这儿列明了一些构金 它是明确不让你抵镜像的 包括贷款服务 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还有娱乐服务 好 那在这儿呢 我们要细节的来说一说 首先贷款服务 这事我们提前剧透过 叫做存款不争 贷款不抵 是吧 还记得它的意思吗 就是如果我们单位有一些闲钱 存在银行 那取得了存款利息 这是不征税的 它不属于这个增值税的征税范围 另外我们缺钱了 向银行来贷款 那支付贷款利息 也是不得抵扣尽象的 实际上他们也是有一个不应的这种关系的 只是贷款服务本身不让做尽象抵扣 那接着跟它有关系的还有一条 说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支付的有关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等也是不得抵扣尽象的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假向这个银行借了一笔钱 那这笔钱如果他直接支付给银行 是利息那这个利息当然是不得抵扣的 因为属于假购进贷款服务不能抵 于是假就想了一个方法 说能不能这样 咱换一名目是吧 咱换成什么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咨询费行不行 注意也不行 因为这儿明确规定了 纳税人接受贷款服务向贷款方 你向你这个贷款的银行 你支付的这些个名目的款项 它照样也是不得抵扣尽象的 其实就是防止你以各种名目来转移这个金额 把它变成别的名目 如果能抵那你就会钻空子 所以这块大家要记住 然后接着就是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娱乐服务这些不让敌 这个其实也说得过去 你看咱们前头说了 书外够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是不得抵扣尽象的 对吧 你就用这个大方向来说 说咱们带客户去吃饭去了 去唱KTV去了 去做SPA去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 它明显就是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嘛 对不对 那这块呢 本来就不在抵扣范围之列 好吧 所以这呢 咱们其实按照那个逻辑 也能够把它想通的 但是要注意 说这个餐饮服务 居民日常服务 娱乐服务不让敌 那住宿服务 旅游服务这些让不让敌啊 注意啊 住宿服务和旅游服务 符合规定的话 其实可以正常的凭增值水 专用发票做抵扣的 比如说 咱们单位员工出差 是出公差 是吧 那这一块拿到了 这个酒店的 一般纳事人 或小规模纳事人专票 是可以正常做进向抵扣的 但是如果咱们是出去玩了 是这个单位组织员工 出去旅游是吧 或者带客户出去这个旅游玩 那这些个住宿 它就不能抵了 所以还得考虑用途 包括旅游也是一样 如果咱们是这个公务的考察 是吧 咱们是出公差 相当于找了一个考察的这个旅游公司 带着咱们去到处的 可能相关行业 咱们去做一下调研等等 那这个旅游服务 它没问题 它是符合规定 可以去抵挡 但如果你是玩 是吧 带客户啊 带员工啊 去玩去 真的是旅游啊 真的去那个吃喝玩乐 那一套 那咱们肯定是不让你去抵挡 所以还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也就是吃饭不抵 住宿抵啊 这个是要分清的 好 那接着咱们又说到旅客运输服务的事了 旅客运输服务 注意 从19年4月1号以后 它是可以平票 或者计算抵扣进项的 但是之前是不行的 而货运一直啊 这块都是可以抵进项的 你要分清 另外咱们旅客运输服务 它抵扣的时候 还要看一看那些关键词 境内的旅客运输让抵 境外的不行 而且咱们要求一些票据 得著名旅客身份信息 员工呢 得是咱们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还有劳务派遣员工才行 那外人也不行 好 这些小细节 你在抵扣的过程中 都要去观察一下 好 这样咱们就把这个 不得抵扣的情形给说完了 那说完了以后 大家会觉得内容挺多呀 不太好记是吧 在这儿啊 不用担心 我给大家编了一个素记口诀 你可以来看一看 确实它比较好记了 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你买进来那个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不动产 这些叫大件 他们这个混用 也就是既用于能抵的 又用于不能抵的情况 那咱全部进向都能抵 而其他混用要划分呢 指的就是 你除了那些大件以外 比如说你是 这个买了一些材料等等 这些消耗品 那这个你既用于能抵的 又用于不能抵的情况 那咱得分清楚啊 到底哪些能抵 哪些不能抵 你分不清 咱就按销售额的比重等方法 去给你划分一下 这是第一块 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然后接着 管理不善不能抵 灾害次贫都可抵 也就是说 管理不善啊 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的这些非正常损失 那对应的进向是不让抵的 其实究其原因都是管理问题 你违法也是管理问题啊 你管得好 怎么可能违法呢 是不是 这是不能抵的 但是自然灾害造成的 或者是你正常的这个残次品 他们都是允许抵扣进向的 另外就是运费伴随货物抵 客运货运都可抵 注意运费和货物 他们是绑定的 你买货 这批货能做进向 那么它的运费相应的 也可以做进向 那如果这个货 你本身可能非正常损失了 或者说你用于不能抵的用途了 那么相应的运费 也跟着一块不能抵了 所以运费是伴随着货物 来抵的 客运货运现在都是可以抵的 另外吃饭不抵 住宿抵 也就是餐费不让抵进向 这个住宿符合条件 是可以抵进向的 另外存款不征 贷款不抵 存款利息 它不征增值税 而贷款利息 它是不能做进向抵扣的 这就是我们进向抵扣规则的 速记 大家多念上几遍 估计也就记住了 好好的去体会一下 接着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题目 一个多选题 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发生的下列行为中 不得抵扣进向税的 有什么 都是外购的 说将外购装饰品 用于周年电庆活动布置 说咱们是苏宁电器是吧 苏宁电器要办周年庆了 咱得把这个 咱们的经营场所装扮的 这个看起来很喜庆 那买了一些 可能什么小灯笼 什么这个 一些拉花呀等等 那这一块注意 它就算是用于生产经营了 因为你电庆活动 这就是你正常的经营活动 是不是 虽然你买装饰品这事 它不能直接产生肖像 但是你用于生产经营了 这就跟你买办公用品 是一个道理 它们的进向 都是可以抵挡 然后接着 将外购材料 用于生产免税产品 注意外购用于减一计税 免税 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这是不能抵进向的 未来你产生不了肖像 所以进向不能抵 然后将外购白酒 用于公司招待客户 招待客户算是用于个人消费 那吃了喝了用了 这个未来肯定没法再产生肖像了 所以对应的进向 是不让抵扣的 再看D 将外购的笔记本电脑 无偿赠送客户 这个无偿赠送 注意啊 它属于外购用于投分赠 那投分赠这种情形 需要视同销售去算肖像 那么视同销售算了肖像 对应的进向 当然就可以抵咯 因为肖像和进向之间 是有这种配比关系的 所以它是能抵的 那这儿不得抵扣进向的 就是B和C这两个 所以要每一个这个条目 咱们认真地去分析 最终得出结论 这个是有一个 比较复杂的思考过程的 需要你前头视同销售 不得抵扣 这些细节规定 都把握的比较好才行 好 再来看一个单选题 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企业 下列情形中 可以抵扣进向税额的是什么 A 员工乘坐飞机 去境外出差 注意啊 旅客运输 咱们只有境内的那块 它是允许抵扣的 境外的旅客运输 也就是我们说的国际运输 是不能抵进向的 因为国际运输的提供方 它是享受零税率的 它没有在中国交税 那当然付费方就不能抵税咯 再看B 因为自然灾害造成的货物损失 这叫非正常损失吗 注意这个在我们增值税里 它不叫非正常损失 因为管理不善 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的列明损失 才是不让抵进向的 自然灾害 这个损失 没有问题 它不应该 是让我们人为来承担责任的 因为这是不可抗力 所以它的进向 可以抵扣 好再看C 因为管理不善原因 导致原材料被盗 这个属于 不得抵扣的非正常损失 所以对应的进向 是不能够抵扣的 因为都是你自己问题吗 你管得好点 不就不会被盗吗 是吧 所以不能抵 好另外 购入职工浴室用的热水器 购入热水器 用于职工浴室 算是用于集体福利 那这个外购用于集体福利 个人消费 是不得抵扣进向的 所以这体里 能够抵扣进向税的 只有B选项 好接着再来看一个单选 说下列项目所包含的进向税额 可以从消向税额中抵扣的是哪个 这是允许抵扣的情形 A说 用于生产车间的水电费支出 这跟我们支付那个办公用品的支出一样的 这都是用于生产经营 用于生产车间 未来肯定能产生消向 所以这个对应的进向是可以抵扣的 另外B 非正常损失的再产品 套用的货物和交通运输服务 比如服装厂买了布料 付了运费 那这时候生产服装呢 结果服装是再产品状态的时候 就发生了被盗的这个情况 那这时候呢 当然对应的进向是不让底的咯 并且货物和运费 他们是绑定在一块的 货物的进向不让底 运费的进向一块也就不让底了 再看C 说非正常损失的 不动产再建工程 所耗用的购进货物 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 咱们盖房子 盖着盖着 还没有盖完呢 是再建工程状态呢 结果被发现是违章建筑 让拆 让拆 那么对应的 我买建材 支付设计服务和建筑服务的 那个金额对应的进向 都是不让底扣的 这儿的非正常损失 我们肯定是认为 它是增值税理规定的 那个非正常损失 就是管理不善原因 或者是违反法律法规原因 造成的列明损失 它没有特别说明 我们就是增值税理的 非正常损失 然后接着D 说接受贷款服务 向贷款方支付的 有关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 这个是不让底扣的情形 因为我们说了 存款不争 贷款不底 你付贷款利息 本身是不让底进向的 那么你付给这个贷款方 也就是相应银行的 那个投融资顾问费 手续费 咨询费 这些明目的款项 进向照样也是不让底的 所以这儿 可以抵扣的 只有A选项 还有一个多选题 说根据增值税的规定 下列进向税额 可以从肖像税额中 抵扣的有什么 A说 正常损耗的产品 所耗用的进向税额 比如我们生产手机的过程中 有残次品 那这个只要是合理损耗 正常损耗 那么这些个对应的进向 就都是可以抵扣的 没问题 它不是我们那个 非正常损失的范畴 再有 购进同时用于增值税应税项目 和免税项目的固定资产 所支付的进向税额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例子 说买了一个设备 这个设备呢 它用来生产药品 生产出来的药品 有的是要交税的 有的是免税的 那要交税的 假设就是一般进入税项目的 那这个时候 你说固定资产的进向 能不能抵呀 可以抵 咱说了 大件混用都可抵 其他混用要划分 那固定资产 显然是个大件 它既用于能抵的范围 又用于不能抵的范围 这种混用状态下 它的全部进向都是让抵的 再看C 说购进同时用于 集体福利和生产经营的 不动产 所支付的进向税额 我买了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有几层楼 用于正常生产经营 然后有几层做食堂浴室 那这时候呢 没关系 也是大件混用都可抵的情况 但是注意啊 如果你专门用于 那个不得抵后的范围 那抱歉 那个进向就不能抵了 但是混用都是可以抵的 然后接着D 购进的用于免税项目的 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所支付的进向 这个其他权益性无形资产 我们特别提了一句是吧 比如像连锁经营权等等 这块呢 只要你是一般纳税人 就可以抵 不管它用于什么项目 它是专用于不能抵的 还是混用于不能抵的 这都不影响 它的进向都能抵扣 所以这儿 这个题目里 允许抵扣的进向税额 我们把ABCD都给它选上 都是可以抵的